我可没有时间倒来倒去 吴淼呢 我不知道 故意的 肯定是故意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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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你确定出来的时候门都关好了吗 我确定 我每次关上门以后一定会推一下检查一遍的 这是我从小养成的习惯 那这问题可就大了 无法无天 简直是无法无天 这都第几回了 这都第几回了 还敢顶风作案 查 一定得查 往私里查 把那个楼道的尖空视频都给我调出来 先不着急 庞总 周教授 我有事情跟你们说 陈光 这 这什么情况 陈光 也不过 毕业 不过 这 也不过 咳 毕业 找 老总 你这有点大意了 没关系 陈公 你做得非常好 我真希望鼎华所有的员工 都有你这种警惕性 您别这么说 这是我应该做的 陈公 你太谦虚了啊 该嘉奖一定要嘉奖 这是一定的 还有你们二位 谢谢林总 但这件事情呢比较特殊 暂时还不宜向外透露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守口如瓶 我不希望在公司内部 听到任何的流言蜂蜜 可以吗 没问题 林总 您放心 成功 对 我赞成不外传 但是这不是个小事啊 我个人建议还是要继续查下去 领导的决定 执行就是了 好吧 这件事情呢 公司一定会一查到底的 有必要的时候 还会请相关部门进入调查 所以一旦有了结果 我会亲自向你解释的 可以吗 林总 我没别的意思啊 我明白 车雷啊 你好好工作就行啊 别忘了 两天以后 那个数据合算好了 马上交给我 好 您放心 宋局 发生什么事了 苗霏离开之后 可能还有其他人 进入个档案室 可以了 进行视频不用看了 情况是这样的 今天早晨鼎华的员工 发现档案室的门没有关上 于是就调看了视频监控 发现了一点 我可以去找苗霏确认 这个已经不重要了 按照计划 苗霏行动之后 我就通过林总的帮助 让技术人员删除了 苗霏进入研发部 办公室和档案室的 视频记录 并且修改了视频的 断点和时码 这活儿不难啊 露马脚了